整什么一约一线 你能做明白的话 那你能跟我说吗 你能做明白题 你能问我吗 根本没有什么 你的逻辑是什么呢 那要不你先把你搞念完 你先念吧 这样我问你半天了 你先念吧 你把你搞念完吗 那你念吧 你哪不说 把你心中的大纲念完 你心目中的大纲 你究竟哪觉得哪不得意儿 我干了最低工作 我赶上海一个月挣两千 你觉得不公平了 你接着刚才你的话题念 你说吧 你想表达啥 有个新闻 说不是前两年疫情 口罩很火 很多人都开口罩 口罩厂 然后有个富二代 开了个口罩厂 开给工人五千块钱一个月 别人只开三千 然后这个口罩厂倒闭了 你这是为什么问题 因为他投机 经营不散吗 他是投机分子 我跟你说他真实的原因 因为他把工资踢到五千 周围的工厂老板 觉得你把人工工费降高了 是在跟我作罪 我们要集中一个小团体来打压你 你这就是叫啥 你这就叫社会编较调构传的 你这一度杜传的江湖故事小说 你别开黄枪 拿出来搜啥 来我现在拿手机搜 搜啥来 富二代开口罩厂 富二代开口罩厂 搁哪儿搜 搁哪儿搜 B站 叫B站 嗯 我就不说远了 就是有个潮旺 知道吧 潮旺知道谁吗 他说我为什么不提高工人的福利 哪一个 我工资提高了 有道研究所发的吗 还哪个谁发的 我忘了 很久看了一个消息 你查吧 反正就在上面 我是在上面看到的 你现在说的是 为什么他 他为什么开厂倒闭 因为他人工给的高吗 所以说 这个排行第一的这个红利有多大 肯定不是你说的这事 然后 厂子倒闭 小伙第二天失业 这肯定也不是你说的事 老板一家七口 撑起生产线 工人不敢来 这肯定也不是你说的事 暴力规则 能挣多少钱 这肯定也不是你说的事 投资五百个 打不了 停厂了 不敢卖 这肯定也不是你说的事 来你告诉我 现在这一夜视频里面 你说的问题跟哪呢 你说的问题跟哪呢 现在给你查 你查吧 谁 什么级别的人物 发的这个话 跟你一样的级别 哥们 跟你一样的级别 我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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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站有 谁发的 来 真实故事 富二代接底 口罩行业 以暴力潜规 潜规 暴力潜规 跟人家 跟人家 跟工工工厂 逗币有啥关系 哥们 你刚才说的 可不是这个话题 我说的这个 你刚才说的 可不是这个话题 你不是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吗 你不是说 他们他给工资 给的高了以后 周边几个大哥 一起排挤他吗 人家去揭秘 人家挣多少钱的吗 投机的人 挣的就是临时的钱 人家行动力强 你就能挣着 这个眼下的钱 你行动力不强 你后面进去 当局才被人割 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这样的 然后富二代怎么 然后最后他采访 就怎么说 他说的是 他的工资 是开给工人 五千多的工资 他还有得赚 他还有得赚 所以呢 所以你觉得 老板赚的多了 就别人都开三千 老板太黑心了 老板挣的多了 老板应该拿出更多钱 就即使开五千 你还有得赚 所以你应该 给我们开五千 你是这意思吗 是应该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应该 老板应该让你来当 老板应该把利润 全拿出来给你 老板把媳妇 都给你们配上 没有你配不上 他把他媳妇拿了 都给你 你觉得老板好让你当吗 你觉得老板好让你当吗 你让我说完 原话说的是 他为了让工人提高效率 他加在五千块钱 一个月工资 然后被同行排挤 导致他工厂倒闭 然后呢 同行怎么排挤 他导致他倒闭的 你关前门 做你东西的 比如饭店 比如饭店 我当时情况就跟你说 这是一模一样的 洛杉矶烧烤师货 你跟我跟你说 洛杉矶的烧烤师货 四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封顶了 那个时候都三千多一个月 有的还不管住 我当时开饭店的时候 我给七千五一个月 管吃管住 那是不是同行应该挤兑我呀 同行能挤兑我 我的饭店 你在哪个地方当然挤兑不了你 我在哪个地方你能挤兑我啥 你怎么挤兑 你花八千五百人雇下 你怎么挤兑我 现在就咋子就举 你跟美国 跟美国可以没有关系 就是咋子先举例 我现在给八千五 我干我在饭店 我问你 你能怎么挤兑我 你能怎么挤兑我 你告诉我 你的餐饮业 就是一个供应链的 哪个行业都一样 你说我卖口袋 我卖口袋我卖啥都行 我愿意给更高的人工 我能受得了 我就开 我受不了的话 我就倒闭 我因为给七千五每个月 我都赔钱 所以说我的意思也是 开不起工资的工厂应该倒闭 开不起工资 我能开得起 我多有画面 我给七千五 回头我开不出来 所以我倒闭了 富二代的厂商倒闭的原因 是因为他开五千 所以没钱赚 他倒闭了 你怎么证明不是啊 富二代倒闭 是因为被同行打压 他同行怎么打压 他的你告诉我 怎么打压 你说 我说话你别加 你别插嘴 我先说 那你说的对行 你说的对行 一个口罩 是要先拿 要棉布 绳子 这些都是原材料 还要压机 原材料 他们拿的钱一不一样 原材料 原材料 他们拿的这个进货钱 一不一样 他不给他原材料 所以把他工资搞到别 不是 同行业怎么不给原材料 你又不是上游 你不是你做公司 不是上下游的问题 你的下游 因为你给开工资高了 所以棉花不卖你了吗 绳子不卖你了吗 那是有一个集体的 有啥集体的 来你现在说嘛 你现在说有啥集体的 你说有啥集体 我举个例子嘛 那 就像卖西瓜 刮龙 收水果商 他们会自己构建一个圈子 然后故意去把价格压低 然后刮商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的货卖不出去 就他们几个花呗 我买别人的不行 他是收货商 他是收货的不是卖货的 我收货 那你卖的高 你卖的高 那我就不买 我就买我要的价格的 你不卖 谁也不卖 那我就饿死呗 我收不着呗 我能收着 那说明有人卖呗 对不对 买卖低进高出 这是肯定的 这是定理啊 做买卖的嘛 对不对 我举的例子是 水果进货商 几个人打压一个刮龙 你进货商打压一个销售商还是什么商啊 打压他上游还是下游 你告诉我 下游 打压他的下游 水果商是上游 好 比如说咱们屋里面有20个人是卖西瓜的 今年的西瓜 我就想以多少钱卖呢 我就想以10块钱一斤卖 而这个刮商愿意收多少 花5块钱一斤收 所以他收不着 我们这叫打压吗 然后你可以不卖吗 对 你不是我可以不卖 我收你 你不卖 或者是你进货 你10块钱跟我谈不拢 那我就找谁5块钱愿意来 我就收嘛 收不着我饿死 买卖肯定是低进高出啊 收不着我饿死 我愿意 对不对 你卖不出去 你烂手里你愿意 你就现在你搁结屋里面 咱那10个人在这合伙 玩我现在10块钱不行啊 市场上都5块 他都收着货了 他都收着货了 他现在咱们再不卖 花烂手里头了 好 你觉得咱们10个人足够团结 咱们10个人都亲兄弟 回头咱们10个人 全都青崖荡产吧 刮全都烂地里面 能吗 你懂什么叫经济吗 哥们 经济是怎么流通的 你懂吗 我举的例子 跟你说的是两回事 你举的是什么例子 你要不是你说完整 我听听 现在比如我是 比如我是经销商 我是经销商吗 你先给我 你先给 你现在给我一个角色 你给我个角色 我是啥 你是刮农 我是刮农 好 我现在种刮的 然后你先从我手里 收刮去卖 对吧 两块钱一斤 要不要 你出五块 贵了还是便宜了 市场价是五块 市场 我先说 市场价是五块 你平常价我两块 我说了 然后呢 要爱要不要 你可以说不要 不要你走吧 我不外 然后你肯定会找下一家 我找 对吧 然后他跟下一家这几个人 都是一个小团体 那我这 好 如果你跟下一家这几人 都是小团体 我现在打了十个电话 十个电话都是说 就两块钱 卖不卖 你们都说两块钱 刮农 现在我作为刮农来讲的话 不对 这不可能两块钱 那讲话外面超市 西游一下跟那摆着呢 我问别人 别人这边有说五块 正常收的 我卖给他就完了 我非得跟你们小圈子玩吗 你们小圈子上 你别说两块了 你就说两毛钱 你们十个人 一个人收不着 你们一个瓜都收不着 你想今天打压价 你一个瓜 你都收不着 你饿死了 有的是 有的是 你两块钱你不卖 如果我想卖五块钱 两块你不卖 你今天跟人谈 两块钱人不卖 打了十个人 都觉得两块钱不卖 你现在要求 你觉得打的 那个瓜能被迫妥协 那不行 我两块钱卖给你们 马上就有人说 来那个 你这样两块五 你都卖我 对吧 他们不都卖 两块五 你都卖我 这叫市场经济 明白吗 两块五 你都卖我 我收得了吧 你既然 你既然这里面 这么暴利的话 我两块五都收得得了吧 对不对 我两块五都收得 正常市场经济 这就叫正常市场经济 这就叫竞争 对不对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你是刚需品吗 你是刚需品的话 刚需品的价格跟着摆着 你想压低价格 有人不 有人可以不压低这个价格 因为你想挣五块的时候 有人可以挣四块就够了 你挣四块的时候 有人就觉得挣两块就够了 到最后还是把价格拉成五块钱 再说个事实 对不对 再说个事实 什么再说个事实 咱俩这个事 白予是明白 再说事实吧 哥们 你咋的了 你看你老着急换话题干啥呀 经济一样的 也就跟我举的 你老着急换什么话题呢 我举的例子 我跟你说的 也是跟我举的例子 有相关性的 你举的例子 根本都不成例 你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举的例子合理的 明白吗 你根本不懂 我怎么不懂吗 你懂啥了 日本的农民多赚钱吗 日本农民 如果是在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 发生在日本 十个经销商 打压刮农的钱 打压刮农的这个进货价格 这个刮农会怎么样呢 你跟我们讲讲 那你的精神 精神奪想怎么样 专门的一个农业 农业农业合汇 农业工会的 咱家有没有啊 咱家没有呗 你那意思就是 人家是出来主持公道的 咱家有没有啊 有没有物价局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 日本的农民有钱 还是你中国农民有钱 他们种的都是一样的产物 你在比有钱程度吗 你在比谁更穷吗 我想这么问你 我想比的是谁 谁的社会是正常社会 谁的社会 谁的社会都是正常社会 谁的社会都 因为国情不同 你家 你家 如果你 你家里面 父母生了撒孩子 是不是 不是 你家里面 如果父母生了撒孩子 有撒孩子的过法 父母挣的钱 如果都一样的话 比如说咱一父一母 爸妈一共一个月 挣一千块钱 你家撒孩子 那你有撒孩子过法 爸妈一月一样挣一千 你家有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过法 所以你觉得 撒孩子家的过法 不抵这个 不抵这个 一个孩子家的生活质量 是这意思吗 对不对 一个孩子 这个零花钱 肯定比你撒孩子 零花钱要多 是这意思吗 这跟什么 人口这个东西 是关系不大的 那跟人口关系不大 跟啥大 关系大呀 哥们 跟啥关系大 那不是你人口问题吗 跟他的制度有问题 制度的关系大 啥制度 是就是因为 因为你 你生出来多余了 你要说 这个制度问题 我承认 你这种人都没了以后 确实大家工资都能高点 你怎么不说 你这种人都没了呢 我本身不在呀 哥们 我没在国内呀 我没给你造成困扰 所以你能在这里 所以你能搞 搞这个这套流量密码 所以那你就别 你就别给大家造成困扰了 不行的话 你看看 你重新练号呢 你三号 你直接投 投小日那边 你看行不行 你又没听不听 过日本人走先 没听过呀 韩国人走先 没听过呀 没听过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傻子少啊 你哼傻呀 你哼傻呀 因为人家傻子少啊 因为人家知道走先过去是当难民呢 因为人家知道进去了以后的那投兵货啊 你不得说你家对你你家里边你不得在家挨欺负了你才能来吗 对不对 因为你说了人家不信呢 没有人任何人愿意背景离乡 没有人任何愿意愿意 没有正常人愿意背景离乡 你得这么想 能走线出来 全都是跟你一样 你算正常人吗 哥们 你算正常人吗 我觉得你就不算的 我哪不算 你请列举 你请列举 你就像那个司马兰 例子各不各生动 我不认识 怎么可能不认识 我不认识 我就是不认识 那有啥那有啥怎么可能的 我真我真说上名我听过 作品我一个都没看过 司马兰 你别说司马兰 你说我不行吗 你老东扯西扯的干啥呀 你老东扯西扯 你强化一下自己不行吗 你揪住一个问题揪到底 你才能占理吗 哥们 你从开始到现在你揪扯多少问题 哪个问题你掰扯明白了 你现在扯司马兰去了 我只做个量 底下也能听得明白 他们听得明白 有啥用 你不得让我听明白吗 哥们 那我说你吗 那我现在说你吗 你帮我过去的 我我是探亲移民 你是你爹过去了 有永居把你带过去的 对 是不是 对 那你爹是怎么拿到身份的 哎呀我的妈 你这个问题问的 我都泛烂了 我八百个人八百个讲故事啊 你去翻翻作品去 里面有说过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你问我干啥呢 跟那个什么 你爹跟那个谁 谁合伙 那你让你爹也出 你让你爹也走 你让你爹也出 出到国外去吧 你觉得好 你让你爹也出来吧 对不对 飞着不行走着来吧 这种跟走线没有什么区别 你管 人家跟本地 宇宙真爱了 人家结婚相爱到现在 你说啥呀 哥们 人家现在还日子还过着呢 你说啥呀 没有啊 那你妈怎么过去的 我妈怎么过去 不是哥们的 我妈你申请来的 行不行 我妈你给申请过来的 你是她孙子 你给申请过来的 行不行 别扯这些 那我扯啥呢 哥们你说啥呢 你在这啊 人呢 你在这东拉西扯的 跟他有啥关系啊 就你这个水平到最后说白了 你不还是因为你走线 没让你出来你哭鸡尿地了吗 阻止你挣钱了 你想想你那出 你的这个 主人觉得自己挺聪明 你这家伙俩手套脑袖子里边 来个本地 去到餐厅吃喝可乐 喝可乐多钱 3块5美金啊 3块5打完税 3块8啊 还得给小费 15% 4块2 折合汇率7.2 你算了多钱 一罐可乐收你30块人民币 你能不能受了啊 啊 你有没有这个消费实力啊 你唠人家花 人家挣钱多 人家挣钱换成你家钱多 你不得花吗 你分币不花 你能做到 能做到你出发吗 真要命 你可真要命 你就这个选手 你还 你还上来要画面来了 恨过的 这不是恨过的 总觉得自己啥呢 享受今天的一切 就你这个水平正常来讲 我这么说 隔美国这个 按你这个水平 你该当流浪汉 你指定是流浪汉 而且是那种 连那个救济补助 你都你都领不着的 那种流浪汉 是属于上身光榜子 下身穿个裤头子 隔马路上意外 你连帐篷都混不上的流浪汉 你在家 能混的还有互联网 还能拿手机跟人连麦 你就知足吧 你但凡换任何地方 你早饿死了 你就高兴去吧 你这选手 你要到国外出生的话 你就指定是流浪汉了 你还挺拿自己 当个节目的 I的屁地 啊 找不着了 骂傻瓜 有罪 别吵上 别吵上 大胜来了 你这个水平 只能当流浪汉 真的 你要在国外 你在国内 你最起码 你别嫌少哥们 两千分工厂雇 你那就不错了 那就不错了 少给自己洗脑吧 我谢谢你了 人家知道 从密码开来 哪里人家知道了 啥时候能开业 随时 哪个天谱啊 今天早上要折腾我一遍 给你劈了 行吧 给你吧 别说脏话 别说脏话 一会儿给我抬走了 不行了 我躺 你躺了 你把空调打开 把空调打开 我没到那个 没到 你就这种哥们 你应该生在国外 你应该生成美国流浪汉 接着刚才画面讲 上衣没有 下身混裤子 你连帐篷都混不上 你往马路旁边一歪歪 你跟着倒着 晚上讲话 哪个老黑过来滴溜 给你直接 给你拽帐篷里面去 你早上起来 你又是下身一顿剧痛 你又搁那个马路上躺了 你哗哗睡觉 你这别人领补助 说你一分领不着 你天天看人家领补助 领完了以后 人出来喝口小酒 蒸口小叶啥的 人家扔个言辟扔地上 以后你捡起来 你这辈子 你都上不了互联网 你这辈子 你都没拨过手机 你还智能手机 那帖子 你连鞋都没混上 你袜子就只剩一只了 就你这个水平 国内挣少了 国内挣两千给你 这是属于 已经是属于最好最好的 你这辈子 就是属于你呱呱 你天天随机 就是到你见号的时候 你选 你说你出生地在哪 你这辈子选这儿是你最好的归宿了 你选任何地方 你早没了你 你到今天你都不知道手机是啥 你走大马路上 现在过来一个大头鹰小的 一脑瓜卷发 戴个眼镜 给正直播 吃了半辣汉堡 给你 你讲话 你都你都打 Oh my God No I so appreciate 你只能啥 你只能嘎嘎感动 给你半个汉堡 你偶偶高兴 我要给你一根整烟 你原地跪地 谢安大哥 你就只能这水平了 Hello Hello 你是三千环的吗 是吗 是 啊 你接 你师父来接他来了啊 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先叫他看一下啊 那个媳妇去叫一下我妈 那个医院看病 那个车过来接他了 抓紧抓紧去叫一下吧 行了 来下一位吧 啊 来 那个 林北 林北湖渐进高了 来 哎 大头鹰 啊 有听听吗 听听 我这个声音 我这个声音 对不对 磁性有点没变呢 那这个 大头鹰快来玩呢 西兰 西兰海姐 还女海姐 都可以的呢 就别整得出事 有啥事说事 没有啊 我就听刚才那个大哥说 啊 你对大哥要评价呀 没有评价 我是说 他那个工资低 那跟老板有啥关系 那不是都是底层能跟人家竞争 那有 不是 他认为是工资低错了 老板应该给他当 主要你两千你不干 那有人干 那他就是两千 那你都没人干 那他肯定老板就会咋 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觉得没 他觉得有人干 是因为大家没骨气 大家应该有骨气 两千都不干 一直给到两万他才干 结果他就 他说到两千活不下去 对啊 两千活不下去 人家就愿意有两千活得下去的人去干 就是 他们不懂这个道理的 他们觉得自己是天生的旷世奇才 骨骼惊奇 自己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业 虽然自己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 虽然自己这些年也不学无数 天天就跟网上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虽然自己一点没提升 但是他指定是属于 天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尽智 夺走其智商 必先框框锁 我说话 我说话挺机车的 你很机车 我这个声音对不对 那个来对个暗号 对个暗号方不方便 对一下呗 宫廷玉叶酒 加上大锤 减去小锤 等于多少钱 等于1450 十锤了 1450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你是不是对不上 宫廷玉叶酒 加大锤 减小锤 等于多钱 等于1450 加250 你好像确实不对 来那个换一个暗号 你有可能不知道这个事 来我再给你对一个暗号 220102 坑杆零四层游 对不起哦 那可能我们这边 收到的信号 不是太清楚 220102 杆零四层游 2202 杆零四层游 你不是信号不清楚 你这是脑子不清楚 220102 横杆零四层游 那确实不清楚 我报的是身份证 头六位 以及我家的电话区号 是吗 那可能我们这边 你们这边没通电话了 硬机车搞这么多的什么 真的是有没有搞错了 但是也好过他了 有一讲 一定好过他 你不要以为我好好先生哦 我很难搞的哦 你还有没有事 你还有没有事 没事 我不是自己人 对你是自己人 你一句就答不出来 等会最后一道题 28256 28256 这个有点熟悉 这个不会是那个 那个不会是小时候跳那个皮筋 那么28256 你接着说下一句是啥 下一句是啥 28256 马兰开花多少 31 31啊 教材出错了 重新改一改 你们的你的教材不对啊 你的教材不对 你这属于你这些暗号基本上都对不上 你这些所有的暗号都对不上 但是好在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言论 你骂的也挺不错 给下面老好好那啥吧 好好听课吧 听不下 给下面好好听课吧 OK 啊来下去吧 好的 这属于上来打着有军起号 结果一个暗号对不上 来 那个 卖上这一个 完事了 咱们准备开始故事会吧 今天得开始故事会了 来那个 大星巴和小雪球 大星巴和小雪球 喂 刚才本来都睡着了 然后听到 那个 第二个那个大哥说的那个 什么中国的农民 为什么没有什么美国呀 日本农民 什么什么收入高之类的 本来都睡着了 听他话又给我乐醒了 美国农民收入高 美国能从你家买买 买一家小焕熊干对面吗 他不也得跟美国本地消费吗 啊这个高低 你同样生产一万吨粮食 中国多少人啊 对吧 美国多少人 行了没必要 重塑的概念没必要重新说 所以呢 所以然后呢 所以中国农民收入低 他本来也是一个发展国情 很正常啊 嗯 他不懂 他说的不懂 所以你还有没有其他 其他要说的 没有 我 我是有军 但是 你是有军 不对 我听你说话就有问题 美国月亮是什么形 A元形 B方形 C三角形 你给我说 啊 不同啊 你说不同的吧 我说我和你观点 唯一的不同 就是说 你对走线那些人 说的那个 你反对走线人的那些原因 我主要这个不同 哪不同 为啥 为啥 为啥你 你不同 你说说哪不同 为啥不同 主要就是 你说的说这个走线人员 主要有一点嘛 就是说这个 呃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这个看待问题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那应该是怎么样呢 哎 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和这个走线人员 感谢五名之位 先开我头盖骨啊 嗯 怎么的 我说中美之间的关系 大方向和中国这些走线人员 到美国 所给美国民众带来的这种态度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咱如果说把这边猜成两边 说一边是他家大人怎么看 一边是他家老百姓怎么看 老百姓怎么看 没关系 美国民众怎么看 其实关系并不大 关系并不大 反正咱也不要那个脸 我又不出国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嗯 不 我什么意思 根本原因 其实就是中美之间力量此消彼长 如果中国现在还是90年代的 这个实力对比 美国也不会对中国打压这么深 感谢三哥 反之90年代时候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老百姓的 这个态度再好 或者是再坏 对吧 美国也不会同样去这么打压中国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实力增长了 大哥你别给人整手机 我这收音得清楚 啊 怎么呢 我说所以和美国民众的关系 对中国老百姓的关系 这个态度 不是很大 一样不会这个 改变中国对 那个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你这样 我给 我给 我给你一个机会 所以说你就是 你就是你个人认为呗 是不是 对啊 要不你修怪老夫 手刀无情 你个人认为呗 你个人认为 我支持你的个人认为 每一个人 对一件事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支持你 但实际上来讲 关系非常之大 好吧 我具体 具体 具体怎么回事 你就多去看看其他视频 我今天就暂时 扰你一命 啊 你讲话 你跟刚才那小小 使情侣头像的事 我都没说话 我都没说 你跟刚才那小小 使情侣头像的事 对什么暗号 别对了 别对了 别对 对什么暗号呢 怎么 还想要一份 今日份的快乐 还是说 开始故事会 投票 今日份快乐 扣一 故事会扣二 准备 开始下一场节目吧 这小的 这个不在 给踢下去 今日份快乐 扣一 故事会扣二 快点投票 现在一二持平啊 一战上风 一战上风啊 现在一战上风了 二正在努力 是四个 那个努力 正在尝试反击 挣扎当中 一 来最后十个数 在最后十个数截止啊 来 二呢 现在有点要追上了 一 但是还是普遍偏多 九 还是一的多 八 现在还是一的多 二又开始冒头了 七 啊 还是一的多 六 二现在正在试图 扳回这一局 他马上就要持平了 六 五 啊 二的现在开始多了 一的四 一还是 一还是保存领先 但是非常为了 三 二 一 还是一多 还是一多 再来一份快乐吧 兄弟们 再来一份快乐吧 听故事的稍微再等一会儿 咱们多了不整 整个 就这就照十分钟整 行不行 就照着十分钟整啊 那个不是患者的 哎 等会儿啊 把麦序关了 这都排老上之间的 台 关掉 我把麦序关掉 关掉重新排 好吧 十分钟之内 我怎么关不掉呢 啊 关掉了 来 重新开麦 古真人 古 古真人 云 呃 NJS 掏熟 来 就你们几个 我生没变小吧 哎 感谢我 感谢我 我帕哥的传送门 帕哥 啥礼物都能送别送传送门 送传送门全进他们兜了 变成红包了 啊 来NJS 什么活 说 喂 你好 快说快说 什么活 我先用耳机 你能不能听清楚啊 能听见 嗯 我觉得 现在那个 好多人是没出过国 觉得出国比较好 其实大部分是出过国以后 月亮是一样圆的 啊 行 好 我知道了 啊 来 下一位 掏熟 掏熟呢 掏熟没了 再抬两个 来 为什么加付费的 你付费的 我就连你 讲话 三头二百斗币 你 铁子你三百二百一浪 你哪大伙子 没见过世面呢 你看看 死盖哥 进了裤齿 整一首 动画片小银 你当我没见过世面呢 你要像那天大哥 讲话排个麦 四六四五八 你挺狠 来 带玉棚 喂 这个 英哥好 啊 我 其实我 对于这个什么 国与国 没什么看法 就想听故事 来着 啊 能不能讲一个 特别点 上麦啊 猪猪自己不是 不是不是那管理吗 你说怎么呢 我就想想想想 想听故事 来着 抢个麦 抢招了 想听故事 别耽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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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马上就开始 别耽误时间 来下一位 来陪一颗的兄弟们 抠个一 准备 准备就紧吧 这几个完事 咱们准备开始故事吧 来 啊 报家接 没机 大点声 听不着 听不着 声太小 大点声 我说了 能去念吗 现在好了 说 聊点啥 我找你了 我给这排卖呢 没有 看你怼人呢 有活没有 有没有活 道歉 没活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下 什么手 什么头 我得不是冒烟 你告诉我妈了吗 说了 啊 圣哥今天来传递喜悦消息来了 电影音乐手续下 预计啥时候开业啊 圣哥 本周五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吃饭了 我开个直播去行吗 我是不是 老猪 谁 老猪 没骂我 什么时候来着 一个点赞 你别骂你 哈哈哈 吃死了 来来狗狗疼 狗疼 哎你好 能听见吗 能听见 没啥 没啥 呃 我啊 郭腾 哎 不好意思 点了 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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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我就是 我这几天在B站看到你的 然后B站我关注的那个乌鸦校尉 之前我也看他那个 我有一点不懂就是说 他在说的就是 你的粉丝去骂他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骂谁 乌鸦校尉B站上的一个 我哪我哪知道啊 他们其实他们的他们的观点其实是那种就是排毒这种这样的观点啊就是把垃圾清除出去 哎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 但是他其他的 我声明一下 但是他其他的那些视频我觉得还是看的很正的 嗯 你听我说 呃 首先观点可以有有不同啊 我就是如果从主播的层面来讲的话 我说一句话 首先呢 我我的粉丝我是坚决很爱护的 我很从粉 男粉女粉其实我都从 只是男粉嘴脸不太好看 呃 我的很粉丝 我我我我很 我很在乎 他们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但是确实粉丝是不能代表我的 你明白吧 你不能说是我的粉丝出去说啥了 你讲话今天一个小黑子 点上我关注完回头上别人带节奏去 你说大大头影粉丝扎地 这就不客观了 这是问题一 其实当主播的都应该懂这个道理 这是问题一 问题二 呃 对于这个说就是所谓你说的这个排毒排出去啊 我的身体有毒素我给排掉 排掉是不是好事 对于某些层面来讲确实有它的好处 当然是有的了 对吧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么去想 因为你不在国外 在国外说你排到我这来 我生活环境难了 你来了以后影响我做生意了 都你都可以怎么理解都可以 但是确实问题 问题本身不在这 一 新来的这些人想卷着 老的在这人根本不可能 不在一个层面上 身份都没有 明白 明白 其实来的人越多 对对本地人越好 本地华人越好 因为人多了以后力量大 消费能力强 大家日子都好过 你看我哥们现在在开饭店的 你问他怀不怀念 那些年留学生也好啊 本地人来以后呱呱多的时候 大家生意都很好 现在来的少了以后生意都一般 这是你说希望人多 是希望人多 但是这些人来了 过了以后 你说我是全消费的 我是游客 那大家都说好就得了吧 这边有这个有大的 你是从业者 你可以欢迎大家来 这些人不是来旅游来消费的 这些人是来了举家 举家迁徙的 而且是以不法的方式 进入人家这个地方 还得交份投名过 还得骂娘 首先从本身性质上来讲 这个事就不太好了 明白吧 失去他的本心了 失去意义了 这种情况下来代价很大 你真说来了以后荣华富贵 天天酒吃肉林 那也行 你说大头鹰 你不让我去凭啥 那肯定是大头鹰的毛病 来了以后没有多好 这是问题吗 这是咱们主要直播的 这个环境在说的吗 你来了以后 你也没过上什么 真的好日子 对不对 你所谓人家国家 这好那好 你也没感受到 你天天不是一周 干六天的班吗 你挣那点钱 也是勉强够口吃喝而已 所以说来了不一定真的好 这是针对于大哥 这些大哥想出国大哥说的话 那如果 没有 我是非常赞成你现在做的事 因为我认为你是 我只是透过你 我不是说你 我只是透过你 在跟这些其他观点的主播 在对话 因为我也觉得那些人很傻 但是你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是让他们 我认为很好 我认为这样很好 跟他们讲了 讲清楚了 很多人劝退了很好 但是有人认为这些人出去好 其实没有哪一方 是对和错的一方 对于家里来的 确实好了 你国外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认为的 我可能有点自大了 我认为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 跟岛外常年有接触 打交道的人 是属于不能说 当家的代表 也不能说是咱家的门面 最起码人家是通过第一 最直接的方式 认识的是你这个人 你会不会讲英文 你的精神状态 你在整个社会上融入的程度 包括你有没有自信 这都跟咱们家整个家里面 挂上关系的 对吧 那你像我今天是个老沫 我接触的一共15个中国人 你们14个 全是跟我一样打黑棚的 这些人来了以后 都说啊 我家不行 我家不好 穷啊 no money 太穷了 就这一出 我接触15个中国人 14个都是这个水平的话 他以后这个老沫 怎么评论咱们 这不就是问题来了吗 光光那本地分别 让人说好看吗 你再加上你进来 还得扔个同名罢 给人家大人 人家大人就拿着东西 回头跟咱家大人 看看你家过得不行吗 你是不是不行 我说的没毛病吗 于公于私 于大哥来讲 于家人的层面 于所有的老百姓层面 其实怎么看 这个事都不合理 这个事都不好 明白吗 所以说这是 这是往大了说 其实往小了说 也是帮了那些 其实可能真的不知道 往小了说 你也得让人瞧得起 你走到哪去 你自信肯定还得是正常的 对不对 好吗 另外我最后我说一个 我说一个中国的工资 没有那么低 我是干建筑行业的 我知道 我们最低的小工推 推砖的 一个月四千块钱 一个月四千块 这是最次的 远了不说 我社会 我陈兵哥当天来连卖 内蒙古放羊七百一天 你让他去啊 对不对 我们这好点的工人 一个月都是两万块钱 不说了 不说了 这几个人完事 我准备开始故事会了 来 那个昨天来 下一位 快快快快快 快快说 快说 快点 他刚 你等我说话呀 你又不是女粉 你说什么话 快点 快点说 好好 我说 我说 我是 退伍回来的一个军人 我昨天八一节 实际 实际 我也是个边防军人 我是个边防军人 我想说一下那些走线的人 我觉得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边防的事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守住那个地方 你说话稍微注意点敏感词 其实不光是一个戒备的原因 兵哥 兵哥 注意点敏感词 稍微注意点敏感词 不光只是那些原因 我们也是在保护他们 可是他们这群人 他们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脑子有问题吧 我就最近比较 常说的一个事吧 多一样 我也说的比较多 就绵北那个事 你说云南 我们云南那边的人 卡吗 我怎么没卡呢 可能服务器 咱们现在唠的坑 沾点敏感了 兄弟们 到整点了 整点现在整个服务器都打PK呢 沾点卡 忍一下忍一下 卡的退出去重进就好了 点下后退重新进来 咱长话短说哥们 长话短说 你说我们自己 我们守护了 不仅仅是国土 我还要守护他们的安全 但是有些人 他就是脑袋一根筋 他就是觉得外面的月亮就更圆 那能怎么办 你还得管他 对呀 那能怎么办呢 是 没毛病 他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明明就是一个囊窝 你进去你连骨头都出不来 他非要去 那我们怎么办 那基本上刚才对话那小子 一约挣两千多的 他肯定得去 他肯定得去 他觉得挣得多嘛 国外就是挣得多啊 咱国家就挣得少 所以出去要挣多的 多多的钱嘛 那肯定要去的 好言难劝 非死的鬼嘛 对吧 良言难劝 该死的鬼 对 良言难劝 该死的鬼嘛 没办法 对不对 懂懂懂 现在我前段时间 网上一片骂声 说云南的边防怎么怎么样 云南边防 别别别 干嘛干嘛 干嘛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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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行了 云南那边 云南那边我的同行 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那种山路 真的很难走的 OK 你这样 这样子呢 铁子 致敬 Respite Salud Respite Respite 咱多了不是我了 准备开过程会 Respite 好好 您看准备开 来来来 那个 那个 Anderson Anderson 快点 Anderson 说快点 哈喽 我就想问一下 讲师之后 那现在 走线那些人 还有什么活能干 跟讲师刨沟去吧 抓紧吧 一天一夜那么刨 抓紧就挖沟去吧 通下水去吧 来下一位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GC GC KLA 去 你骂 啊 怎么说 喂 不不说话 我可给你抬走了 猪头操你骂 你看 你看 你破房了 铁子 你怎么还骂人呢 你上来乍房自爆来了 我给你踢了 你可真行 你破房了 你是咋的 想上美国 想上美国走线 没走上啊 啊 大头鹰告诉你 实话了以后 你先纠结 人生迷茫了 不走线上美国 又不知道自己未来干啥了 不行的话 咱说 我看看现在 今天是几月了 八月 八月 你看不行 过了在中秋节的时候 你就 两眼一闭 直接 直接就是 你讲话 就是三号重练吧 三号重练吧 去跟爹妈玩一个服务系 行不行 完了以后每年 别往上抬人了 兄弟们 别往上抬了 要开故事会了 别往上抬了 就这一个完事得了 我先 我先本来到女粉 你不行的话 中秋快到了 三号重练 跟爹妈玩一个服务系 行不行 抓紧去吧 以后我再 你再跟我连线的时候 你那IP显示封都线 行不行 来 急了 破房了 破房了 你不要上美国烧碗 他破房了 来 一 那个啥 第二遍上来 这回是真有点事 快说 快说 我想问问 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是状况比较明显 就是欠了 谁呀 房贷 车贷 连网贷信用卡这些 总共欠了三十个了 但是我呢 现在就一个月就能做个 一千六千 好一点能 这些七千 我感觉我有点回来 你知道吧 你感觉挣的有点不够多了 对 但是你说这头 我在那个宁夏 就是宁夏银川那边 你说 这个地方吧 出名的啥 传销出名 别别别 你说话 说话 注意点 你要觉得 搁本地挣的 你就说 说实话 那个宁夏挣 五千六千 不也 也还行吗 那现在问题 问题就是 你比如说 你现在我这个好多 你比如说好多网贷 就是 所谓的就协调停了 就等人家催 等人起诉 现在就弄成这 那你这个情况 那你就是 现在 那你现在正常上班 又还不上吗 还不上可不够啊 你是 你是咋的 是属于之前 没控制好啊 还是没啥存款 所以导致欠的数字大啊 没啥存款 加上玩的比较准 这么 玩啥了 打扑克了 就是 这个狐 这类的 怎么说呢 该 该 盖 趁钱 你玩 你欠钱了 那你不盖吗 自己想着 没招 等会 大头晕哥哥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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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挡一下 换张脸 大头晕哥哥 你好 哎呀 我好喜欢你啊 你说 你看女粉 怎么的 有事吗 我要听故事会 要听故事会 好嘞好嘞 你能不能说一下 我媳妇 你说 大头晕哥哥 来玩啊 夹一个 大头晕哥哥 来呀 来呀 来了 来了 马上来 马上来 马上来啊 懂了 知道了 OK OK 这仨人完事以后就来啊 来了 来了 来 八戒 快 来玩了 来玩了 兄弟们 来来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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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快点说 快点说 你男粉那么多话题 快点说 啥事 快点说 给打开麦克风啊 你给进去干啥 说 无钱取消静音 快点你自己取消 取消静音 赶紧的 我跟你杀数 三快 提 来 搜搜 喂 喂 快点说 我那个是问一下 那个 问什么问 快点直接问就得了 我能不说不知道吗 快点 他在这边 他就是因为溜 溜那玩意儿 然后现在上了黑名单 然后在国内 找对象不好找 然后他去到洛杉矶那边 就是那边的文化 对于这一点 是不是不弄太在乎 我没听懂 是他一个国内 找对象不好找 你到洛杉矶能找的对象 不是我这边 是我妹 你妹夫 你妹夫咋的了 不是我妹妹 他溜内 你妹妹 然后他 他什么好念 他溜 溜内 溜炒 溜冰 听懂吧 你 完了呢 然后被逮住 然后送了黑名单 然后出来以后 我们为了就是断绝他社会关系 把他送在意大利那边 借完了 借完了以后 现在是回国内 他过去是在那个一个憋子里边 班也丢了 但是现在在这边如果在结婚的话 这方面一查都能查得到 就是在这边 所以你啥意思 你是上来给你妹找对象来了 不是 他如果过洛杉矶那边 就是洛杉矶华人圈那边 他对这个东西是敏感 比你在那边那么多年了 就是 这个东西在这 在这 这个东西在这 确实没听说谁出对象 还查这玩意 你们现在怎么样吗 咱既然说已经改过自新了 现在怎么样 现在已经 我肯定绝对是他 没有在 差不多一年了吧 没有在碰 因为他每次回国 或者是 进京入京 都要检查 他一到机场 机场公园就把他带走 直接直接就去尿解 这咋的班不让上了 班是丢了 丢了的话 但是家里面不在乎他 上的时候班 现在唯一的就是 他找一个差不多的对象 你妹多大了 就可以 兼二十二十八 长得好不好看 实话实说 他在舞蹈学 他是舞蹈学院毕业的 编制原来是在 国内一个芭蕾舞院 会一字马 不当我长的科生 会一字马 他也不当我长的科生 长得好不好看 重点 好 九十分 九十分 打九十分给你们 一万分满分 多数分满分 一百分满分 一百分满分 那现在啥条件 要找对象啥条件呢 现在 就是差不多门道户对点 就是说的过去 说的过去就行 你站上来 你放不方便给你妹 你认为你妹最好的照片 最好看照片发你作品里头 我等会我叫人去看一看 行不行 完事 完事我在 因为他这个 我放照片以后 放到里边 对他也太影响了 你说你找对象 你不放照片 帖子你干啥呢 你别到回头 你一个后面 你勾不久呀 我是他妹妹 你不整的 除了那个翻照片啊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 你那边 洛杉矶那个圈子里边 就是华人圈子里边 他对这个事故太在意 因为国内的话 有些小男孩 也是看上去 你觉得不太在意 你想给他送过来 对 就到这 离他晚上可更近了 哥们 关键是 在这边 他现在是摆烂 也不想上边 也是干什么 别说话 别说话 大哥你别说话 保安 那有没有保安给轰出去 你别说话 我直不合你 老实话 我现场观众 怎么保持肃静 他现在就是完全摆烂 也不说 小婚 小婚 你他自身子 你要不想让你妹 捧着玩意 最好别往国家送 送过来以后 讲话 他天天就接着 就一直就玩这玩意了 他现在在家里 也是摆烂 倒是不愁他花销的 但是他摆烂 闹在家里边 也不愁 出来那以后 他很容易捡起来 他很容易捡起来 这种东西 尤其是到美国 美国这玩意 现在就是 我告诉你 就现在他们这边 这个小葱 我说那个小葱那玩意 卷 就那玩意 现在就是下个软件 直接 你就只要 你把你ID放上 你只要是成年人 你下软件 可以点外卖 这一会送你家 明白吗 给你送你家了 这我倒是知道 我知道那边 对 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这 就已经泛滥到这程度了 你把你妹扔根 你不熟患 打狗呢 但是他在这这 这谁还往上抬人 不说开始故事会 怎么还往上 框框抬人 人家其他 小孩有时候不在意 但是人家对方家里边 你你又不能不跟他 坦白得行 因为现在一查 他那他在黑名单里 就去 他能 你应该说 我觉得这这这种女孩 我幻想当中啊 这种女孩缺个男的 归统的 真的是找个对象 能归统住他的就行 在我们眼里边挺关强 因为从小没有 多大了你 你妹多大了 28 28 28 多高个大概 1米69 将近1米7 大个90分 28 说不上对象 门当户对是 啥干净 家里面都有多少 团了痘啊 这是最起码 这是洛杉矶 那边 我们能负责房产 他那边南方 就是 至少对 至少对有点 起动资金 对吧 对 起码 他能 南方 能 护了这个家 但是 我们这边 也会帮着 南方要是开外卖 送外卖的行不行 不行 送外卖不行 他就是正常 有个正常 有喜分呢 有喜分不行 那个 对 要不你上那个日本找我 那个 找我帕哥呢 找我薛帕德呢 薛帕德 跟薛帕德哥家 挺有条件 跟日本 不在乎这一点 就是中产 这没所谓 这没所谓 讲完了 谁还没刑查 他错过了 对不对 对 我就是 我就是想问一下 洛杉矶那边的情况 因为我 我女儿 生女儿的时候 2016年 在那边 就是 媳妇 去那边生产之后 然后买 买一套房子 然后 生完孩子 孩子回来以后 那套房子 基本上就扔在里边 每年就是 过去那边走 走一两个月 家有点条件 那家有点条件 对不对 对 现在是我妹妹子呢 就是 我妈感觉像美国 我实话说 咱要刨除节目 叫我来说话 你妹现实当中 肯定有 肯定 就现在女孩 哪有没追求者 人家 咱比说90分 60分 那都追求者 都老了 肯定有追求者 那是不是在那挑啊 现在 他不是光 有点挑的问题 有些人说是 不在乎 但是一旦 就是前段时间 他们去游战 旅游回来 到了北京机场 一下他跟那个小男孩 一下就被 就是机场的公园 就控住去 一下就把那小孩 吓得好 就不联系 就说 就突然就不联系 他就是在知道这个事之前 就是不能先 开诚不公的讲讲 就说我如果出去的话 可能会遇到这些事 我现在有些困扰 就之前我咋地了 不能先 不能坦诚一点吗 没说过吗 他跟男子 能这么坦诚 但是有些人 互动他那样 他也 那肯定的 这个谷里面 现在刚才 刚才很多喊 我行我行 对那种都是奔得出一宿去的 那没有几个奔得长远去的 但是男装吧 有些人 我说时代的 看了一眼 也是冲着魅力 也是结婚 但是 人家对方家长 在国内一个中产家庭 人家的父母 不愿 尤其是不愿 听说碰这玩意儿 对对对 肯定是 但凡有点什么的话 肯定是很介意这个事 那你这样吧 我也 你这样吧 你问问你妹的想法吧 我觉得这真正 从一个哥哥角度来讲的话 你问问你妹的想法 就是国外呢 肯定不太在乎 但国外离这东西 也越来越近了 甚至因此就是说 就是从此 从此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人命都没了 都有可能 他愿意出现 你就问问国外这个事 确实咱们 咱们对这件事的包容程度 确实是不太高 但是 据我 我现在听你介绍 你妹的了解 你妹之所以之前 能玩上这东西 应该也是啥 姿色在 有姿色在 家里面还有点条件 肯定也是属于那种刁蛮任性 竟玩点 竟玩点 所谓的高端的 对吧 竟玩点高端的东西 也 现在实在是 也没办法 现在就是想过去 对 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跟这摆着呢 那你要是真说 你要觉得 你要觉得不容 不容他了 不给他 不给他这个 重新来过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机会的话 那你就问问他 但是国外 确实离这个东西 越来越近 离这个东西 更 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更自由了 那就是过那边 真的是这边 这些东西 离太近了 离太近 但是 也有不太在乎的 就是 从腹位上 不在乎 如果说 不在乎的人 不分国内国外 哪都有不在乎的 哪都有在乎 人来讲 不在乎的 不分国内国外的 你要在 在美国这 你要说这个事 他们在不在意 也在意 也有很多在意的 好吧 那谢谢了 我完事 我现在再商量 跟我爸爸再问一下 看看到底是怎么 你主要问他 主要的问他 问题 解铃还需吸引人 你们这些都跟吸引人 做不了主 他是有时候怕他傻 他傻才碰那东西 话是这么说 但是 在年轻狂过的人 上面来讲的话 那都得是有 一加的有资本 二涨的有资本 才去跟人家玩这个圈去 玩的也是比较野 沾点刁漫任性 一般男的也摆了不了他 能摆了不了男的 也得是属于让他 最少得让他是爱慕的 让他是崇拜的 对不对 他能崇拜 他能爱慕男的 能是普通人吗 那如果不是普通人的话 那些人在不在乎 有这个历史 肯定在乎 这不是死循环吗 对不对 也对 但是一问他 人家是摆烂 自从少爷子在机场 你问他 他年轻人 他摆烂 年轻人都会有这种 突然哪天他想通了 以后他都会啥 你们帮他 去走出这个事 才是重点 你们帮他去走出 这个事才是重点 走出这个事 有很多种做法 一是导人向善 要不然的话 就干脆就是猛戳痛处 戳到你麻木为止 有很多种做法 按您说的话 您是不是 您是不是不大原因 让我把他送出去 因为送出去 他接触这东西更容易了 还不如在国内 因为国内 你现在复发的 可能性是大不大 我不能说 以一个没见过的人 我去给他下段 以我对其他玩 这些玩的人 以我的这个概念上面来讲 很多啊 我见过的 都说不碰 这辈子不能再碰 咋地的 回头一旦 这个东西 尽在咫尺的时候 指定过去 你指定是这个 就指定是跑不了的 他当初是去年发现的时候 是送到意大利去借了六个月 然后回来 因为他是在推民单上 警察动不动 他只要有出京 进京 这些事就不用细说了 哥们 就是反正问题 主要的就是他 要不你就再观察两年 彻底抛开这个事 能过去不谈了 再研究 出国出国不出国的事 青春肯定就此要付出代价了 他肯定要耗过去了 好不好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先让他再还两年 观察观察 别着急往外送 谢谢 好吧 我知道 好了 好了 快 你看你一聊 有些说你们必要往上抬 抬自脑鞋 一聊又半个小时没了 那等到开始故事会呢 今天KKC又死雨林里头了 来快点 来 陕西睡娃 怎么说 我是 我是看你的视频出来的 然后 然后我我以一个亲历者 亲历者的态度 我现在说是给你 别着直播间没有出来 人聊一聊 聊聊我是 我这我这一路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我当时在在国内 你搁哪了现在 胖子这 啊 你搁胖子呢 啊 搁胖子 你怎么混上网呢 那边不混没网吗 网可大了 死亡 你谁胖 三胖子还是几胖子 丁胖 啊你 丁胖 我现在三胖子那 你个丁胖子那呢 你是咋的 你走过来的 啊 啊 你完了呢 你现在干啥呢 这不跟你联系吗 现在干啥活呢 躺着呢 没有活干呢 啊 完了 你现在是上来求职来了 还是你要分享经历来了 你分享完经历也不一定有活啊 你要求职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本周我有一个快要开业 饭店快要开业的老板在我面前躺着呢 不去不去不去 餐馆我大肆也不干 餐馆还不干 你可丁胖当挂逼 你餐馆还干不了 你想干啥活 我是不聊这个 我之前我之前在国内吧 我讲讲讲一下 之前在国内吧 如果是 抓紧长话短说 抓紧长话短说啊 来陪一个兄弟们 再来陪一个 行行行 还能吃两个 然后那会儿不是看你 看你那视频吗 哎 看你在洛杉矶还行 哎 我说我 我说我也过来呗 我说我也过来呗 你们两个过来以后 风靡不适 不是啊 正好我问一下吧 那个你们 你第一站是到哪 是到基多吗 啊 基多啥样啊 我今天晚上一会儿 讲故事会 那个咱家刘成 也要到基多了 基多大概啥样啊 我跟网上查都没查着 发不发达 怎么说来着 像咱国内哪个年代 哪个城市 这么说吧 就像 吉林什么 八十年的吉林 八十年的吉林 就是属于就是挺落后的样子 公交车啥的 人文人文精神面貌 大概啥样 反正我 我当时看那个 人文精神面貌的话 要好一些吧 但是那块 听说那块的这个 工资不高 一个月好像三四百美金吧 工资不是重点 就是属于城市建设呢 城市建设是属于 八十年代的中国东北 完了 那个村民的精神面貌 大概什么样啊 对外国人看着友善不友善的 好奇不好奇啊 这种 那边人感觉起来 给人感觉起来 还是比较友善的 整个说是 那边地方人 民风淳朴 经济落后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玩你接着说吧 然后当时 我是走 这么一路走上来 我觉得人家国外就是好呀 你现在确定得盯胖的吗 确实是路上极限 方不方便开个 开个摄像头 拍一下天使亮的 就行 不用露脸 给他们印证 他真实性 等一下 你住那屋有窗户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别拍屋 别拍屋 你就看一下天使亮的就行 我看一下 咱们正好问一下 亲身经历的 亲身经历的 咱们保证故事真实性 对不对 我 我跟你讲 来 看一下吧 给看一眼天空就行 你把手机冲天就行 大哥你没接受 你得接受 看看啥 看看 你没接受 那是调美颜呢 等会我设个主咖 我看一眼 我看不清 太小了 接受一下吧 丁胖子在你对面啊 丁胖子是在你对面吗 有个路吧 两分钟路 你走太远了 有点WiFi要断了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给122呢 他给122呢 122隔壁 直到了 直到了兄弟 完了呢 122隔壁 大盖里呢 你说 你说 怎么的 真是走哥 确实了 现成说法了 完了呢 然后我跟你讲 就是我 我跟你讲 我来的时候是 我想通过这个 我想劝劝说 要走的人 你没点本事 你千万别来 我刚出来的时候 我在国内 我自己认为他行 自己认为他行 然后我想着 我在洛杉矶 我在美国 打不打一个月 轻轻松松 不能说 我在赚个万把块 我赚个七八千 应该是没问题吧 你在美国 赚七八千美金呢 我当时 当时没有出来 我就想着 我最想的是这个 你知道吗 你觉得那些大哥 啥也不是挣瑟斯钱 你挣七八千 没问题 对对 我是想着 我差不多 应该能挣七八千 然后我就说 现在我出来吧 七八千也五六万了 我出了吧 然后就一步一步 看别人的视频 当时也看你的视频 然后出来 路上感觉到 你跟我没关系 你看我视频 我一直没宣传 让你们出来过 你别急跟我 这人泡脏嘴 我可没让你们出来过 然后出来以后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 第一站住 就进了这个胖子 到胖子以后 我直接懵逼了 我天 完了呢 就找不着我了 五六个人住一个 五六个人住一个房间 五六个人那算少了 那算少了 那算少的了 我在现在厕所过道 他们都铺的电子 那当时你知道 当时 然后没有过几天 然后就开始被骗 怎么被骗 说是什么律师 什么教会 乱七八个律师 这是老三样 老三样 中介律师律所 加阿门 老三样 对 你一下说对了 然后 这一个套餐过来 好几千刀没了 我说那不行上班 那找啥八个上了 别人说去仓库上呗 我说行呗 那是去呗 那去以后 那一天八个小时 那是真不带 不让你停的 那八个小时 我现在想想那会儿 还幸福你知道 八个小时不让你停 我回来以后你知道吗 晚上回来以后 红尘疼得睡不着觉 一个小时洗一次 真的 一个小时洗一次 我说这他妈的这个 哎呀 我说我以后 我以后这个 有了公海以后 得好好找到什么工作 那个有人问你 咱家现场有洛杉矶大哥问你 插车会不会开 开仓库插车问你 开仓库的问你 插车会不会开 会开现在当场安排你 会开吗 我不去他那 我不去他那 不去他那 不去 你挺挑 我跟你讲 你确实挺挑 插车五千 不是挑 不是挑 我是我昨天已经把护照已经补了 你知道吗 护照已经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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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意思是啥 就是你没有点本事 你甭出来 甭出来 甭来这个地方 这跟本不本事没关系 哥们你身份混不下来 你正常你没法工作呀 你就有本事 没本事 你没法正常工作 就是你 你 我 我其实看很多 说是有绿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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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卡 有公民的人 我刚才 我听说你把护照补了 怎么你进门说私本了 啊 你真狠 你真狠 完了 完了 现在咋子准备撤了 撤了 撤了 我 没大意思 没大意思 那你这样 我针对于几个问题 我问一下 到了美国以后 美国的现实精神面貌 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跟你理想当中一笔一样 你能重新说一下吗 就到了美国以后 跟你幻想中的美国 有没有落差 有啊 首先一点是 上次我不方便 去哪都别 去哪别人找门锁着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 你就是怕我去偷 偷他的东西 偷里面吃 对不对 怕我饿着急了 厕所门随着了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公交 公交超级不发达 不发达 没有 洛杉矶没有公交系统 公交系统 对 三小时到不了 你正常开车 15分钟到 这时候到公交车 你得到三小时 对 三小时夸张 如果是你 你15分钟 他两小时一来车 我妈就坐公交车 出去购物去 两小时一来车 两小时一趟 那是重点 是 反正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车程的话 你基本上都要三个小时 这个是必然的 完了呢 然后 然后这块 反正怎么说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 你说一般你刚来 消费 消费这一块 你消费了没有 消费了 反正 我个人认为 消费挺贵的 我个人认为 下过馆子没有来了以后 下呀 下一次馆子 我记得我去一趟馆子 一趟馆子花了200多块钱吧 好贵 几个人 200多刀 啥人 三四个人吧 三四个人 200多刀 那还算 算个正常消费吧 正常消费 消费觉得也有点贵 换 拿人币换美金 有点肉腾 玩找工作 要没人坑啊 工作中介坑没坑你啊 工作倒是没坑 我这般工作 倒是没坑 就是那个工作强度 那和国内的话 那不是一个等级上面的 你就是人肉电池 就是裸子 你就充最次的电 你就干呗 你来了以后干过几样活啊 干过几个工作啊 我都干好多工作 什么餐馆啊 仓库啊 反正啥活都干过 就是没有一个能留住你的 基本上是我炒老板吧 干不了 我干不了这个活 但是说实话 干活的话 那是这样把你干的 你来的时候 你预计 打算自己干啥了 我没想那么多 我预计了 我想着 随便干一个活 那咋不得干 那挣个七八千 应该都行 但是我最后一看 这挣个三千都难 随便干个活 跟这个七八千 你几个美国本地老移民 都多少 都有身份 都挣不上七八千的 你来了 你的身份没有 还要挣七八千 我当时想着 过来以后 我还想着 这个计划 五六年买套房了 我现在活都活不了 我现场采访 铁乐 我现场采访 你像五六年 五六年买套房子 看谁视频看的 谁跟你说 五六年能买套房子 所以说 所以说大会议 你知道吗 我想借助你这个平台 你知道吗 把说是 还想来的人劝一劝 你说你在国内 能挣个五六千块钱 就五六千万人民币的 你就别出来 你知道吗 你出来 第一个 你语言不同 你只能在黄人圈混 在黄人圈混的话 你就少不了 挨骗 百分之百 你少不了挨骗 你去找律师 找律师 都中介 一药价都是五六五千 都挂板 正常 是 所以说你出来以后 你意料分辨能力没有 真的 如果说是没有人 就是流程地不熟 也不知道人本地 是该啥样 对不对 连个境界 对对对 你得自己自己打拼 你发现 你打拼两三年以后 你还是那样 对吧 你发现 你这个生活水准 你根本不如国内 你跟国内要降 好多个档次 你可国内你有家没有 成家没有 有啊 媳妇孩子 现在还是属于你的吗 别谁动啊 不是 你媳妇孩子 媳妇没说英雄 你出来咋地的 当时 当时 当时欠点计划 欠点计划 想着 想着 我说 那不仅搞呗 一个月弄个 七八千五六万块人民币 对吧 那咋着呗 还能包 当时看 看那个什么 招兵广告上 七八千 我说 这我能干 什么服务员 服务员我咋能干不了 一个服务员 现在发现服务员 真干不了 为啥呢 不过英语 不是说 点餐也没几个英语 你有这功夫 不行 你背一背呢 背背单词 那你 我关心的是啥哥们 你本身家里有窟窿出来的 你是欠钱出来的 你现在 你现在等于 你一分没挣着 你不欠更多了吗 那没事 人先活着要紧 我最起码回去 你哪管 你哪管当牛做马 这些你说是当驴屎 你先把哭窿补上 你别给家里面 造成更大的负担 你这回去了 你挣不出来咋整 我跟你讲 回去以后是有办法的 回去以后是有办法 我跟你讲 我还有就是啥 就是我过来以后 好多人问我 怎么怎么过来的 我当时还给别人指点 你花多少啊 十个啊 没有 花四个吧 你是属于纯纯低配版那种 一路就是属于 那个钻玉米地那会儿的 你纯纯低配版自助的 不是 也是这包那包的 塔帕丘拉进不进猪圈呢 没有 没进猪圈啊 那你啥时候来的 半年多了吧 才 半年 原有吧 原有吧 过年那阵啊 过年那阵确实 那个时候好过这 完了呢 现在咋说 现在要回去啊 还咋的 必须回去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劝 我劝了好多人 你知道 劝了 现在都劝到 雨林区里面去了 哇塞 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和我 和我当初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想着 美国 美国好 美国好 其实你如果说是 你 你没有那 我觉得你没有那个金刚钻 你不要 那你这么说 那就是你这圈里面 你觉得谁有金刚钻 谁挣上钱呢 我觉得 如果是怎么 怎么讲 如果是你可能 一个月在国内 挣个两三千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出来 或者说你在国内 是干 干什么 就是那种工地的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出来 纯存 那就是一点 就纯卖利息的 对对对 你可以出来 那 那确实 确实挣钱 你像那个什么 东西拳 盖大棚 一天两百多 那能挣钱 现在外面一天 白天四十度 有个死地上 你外面盖大棚 不死地里头 死棚里头 是 你能挣钱 你像 你像这个 你啥活也干不了 那种 你本出来 或者说你 你特别有钱 你手里 手里握个 上千万 你出来 上千万 上千万 也狗的不是 你住那个 你住那个家庭旅馆 你知道多浅吗 你感觉 薛帕德还给你 刷个跑车 住你一路平安 别别别 他送你一人 对 你知道 你知道现在 一千多万 你住 你住那个 你住那122 那房子 拎出来 九十多个 打不了 天哪 一千多万 那玩意都九十多 一千多万 换完了一百来万 那个美金 你那个 那个都九十多 那个本地 你已经多有花 花面低了一千来万 你来了以后 也不会就定帮广场 外面买一套而已 一年低税 还得1.1 就一年低税 还得交一万块钱进去 就他在那住是不住 一年还得扔一万一美金进去 我指的是 就是说 你有一千来万人民币 你过来以后 你就租房 你又住在 谁有一千万 谁来呀 一千万 有五百万都不来 对 所以说 你就特别有钱 你可以过来享受生活 那是没用的 那你没有钱 我觉得 你就差不多的 这个五十千 你就好好的 搁家待着 你甭出来 你甭出来 你出来 你甭出来 真的 我是 我是这 我这段时间看 也是 没事嘛 看你视频 你知道 跟你 我还关注 我敢出 愿意回去就回去 但是我哥们 我建议你走之前 先看看 要不有没有 有没有美国本地东西 啥玩意能捣挡的 不行回家 沿着点 别两手空空的来 满身负债的走 明白吧 给家里造成更大困扰 虽然说你说你有招 但回去我总归 你也要生活嘛 不行沿着点啥货 这边谁能发货的 就做点什么 小型的 进出口贸易 好歹来一趟 是不是 别回家了 我敢订房观察 待半年 没啥 没啥太大意义吧 对不对 加油吧 咋说 加油吧 那咋说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劝一劝吧 劝劝各位 如果是 来以后就是苦力 你甭说 你说是你来以后 为了后代 怎么怎么样 你在这或者活不起 你的后代也都让活 活不起 你的后代 层级不跨越 来了以后 一直都是手停嘴停 这就是问题 手一停嘴就停 手上不干活 嘴上就没吃的 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攒下钱 也不可能跨越阶级的 跨越不了阶级 它永远都避免不了 月光这个事 进多少花多少 那就没有 没有翻身 永无翻身之日啊 你现在还 我说实话 哥们 你现在四五千 你挣着你还觉得少 你真正四五千 那天讲话 公卡给你劈起来的时候 你真报岁 你试试 你真不公持住 你试试 你能胜啥 你翻不了身 翻不了身 永远都跟那卡着 是吧 对 下面有人说是 为了自由 美国真的自由吗 如果说自由的话 我觉得 确实 在堂马路上 没人管你 这叫自由 你看我帕德哥 我学帕德哥 给你送 那意思 送你一辆跑车 你先到机场 再送你个飞机 送你回家 送你回家了 给你送个飞机 铁吧 拿人民币换美金 头疼 肉疼点 今天这些来 出去高地吃一顿 拍个作品 消费一下吧 个人消费 吃个牛面 我就问一下 算了 这个事 这个事不好意思 啥事 你没事 你绕点问 没事 感谢走道 不是 那我就直问 你绕点说 敏感词绕开就行 你说我现在直接 让他们把我送回去 你说会不会有啥影响 他们给你送回去 所有产生的费用 不单是飞机票的费用 他们所有产生的费用 都得给你要 比如说 出东大杆帽 那车啥都没有 大概得折合 将近四五千多 有送过的 这个钱是肯定挂你楼上的 这个钱是等于 跟咱家大人直接 就是无条件 跟咱家大人要的 咱家大人也必须得给 因为咱家大人承认你 这个东西得挂你头 不得直接回 那我把那个啥 补下来以后 我自己回去 是不是应该没啥算 你不得跟大管拿吗 你跟大管拿 你就说我现在想回去了 不想待 大管都明白 咱住洛杉矶的大管 都已经早就见怪不怪了 你跟他们说 他们就告诉你了 应该不用进去吧 对吧 回去应该不用进去 但你得喝茶 得去喝茶 但是没有多大影响 没有多大影响 喝个茶就是签个字就行了 是 我跟你讲 还有最后一个事 我跟你说 就和我一起来的很多人 很多人 现在都脱向了 我几个月没见了 前段山见一个哥们都脱向了 怎么脱向 过来的时候 白白胖胖的 跟你一样 白白胖胖的 白白精进的 然后几个月没见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是在那啥地方见了他 在肉死 在肉死见了他 那个 Ross那个大破烂 就是购物那点 我每次发现叫Ross Ross 我跟你讲我没认出他来 我没认出他来 他我喊几声 他我喊几声 然后我认出他来 我直接 我当时心里直接难受了 你知道 我说这才几个月 人中成这样的 脱向了 你知道吗 又肯又肿 不是铁的 我不是嘲讽 既然你都已经到这份 其实我不该嘲讽 那不是好呼吸一口 自由空气 什么香甜的空气吗 那来了 大哥没呼吸上 咱们还给自己吸收了呢 健身来了 是啊 我说这个 我说还不如 你还不如在那啥里面 在那啥里面 一天三冬饭 给你管着多好 是吧 到点几乎 你甭出来 不是 你今年过年的时候 进来移民间里面 还是吃三明治吗 有没有改善啊 除了三明治 大豆饭 红豆 红豆泥 大饭 还有不别的了 汉堡啊 汉堡里面 就汉堡里面有配蔬菜吗 据说就是 就是放一个cheese 中间加个肉饼 对对 就这 有蔬菜吗 很少有 没啥 没啥改观 没啥改观 那你现在这是 准备啥时候撤啊 那东西下来就撤呗 那还待这干啥 那就是还没多少钱了 这么说 隔半月了 对对对 就撤呗 我说想 提醒啊 说是 没来人 通过你的视频 没来人 就好好想想呗 好好想想 如果说是 你真的觉得说这块好 自己想通了 花个像那个什么福建那边人 花了三五十万五六十万过来 那我觉得那你 那你有照应 人家也能吃了那苦 实话说 福建来的大哥 哪个不比咱 别说比别人 哪个不比你能吃苦 我狂狂那么干 不能干 你说这会儿 我跟你讲 我之前遇到一个老板 身上四十岁 身上好几种病 什么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还有筋脉曲张 没好了 没好了 这就没好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 拿体力去换钱 然后最终呢 可能个身体也造垮了 你要真说钱挣很多也行 也没优越到哪去 当时 人家都说这么说 消费高 美国挣钱美国花 谁也别想带回家 能带回钱的 基本上就是以体重付出代价 来说二百 两月三月以后一百五十斤 就拿这能换点钱 要不然的话一分捏手 你也留不下 根本地你是这么多钱 对不对 你这样的吧 哥们 反正你来也来一圈了 咱也有幸认识了 走之前安配一对 我安配一对 行不行 想吃啥 你吃什么 我带你去感受一首 我带你去感受一首美式牛排 不用吃 你听我讲 走之前 我要能见你一面就行 我安排你吃一口 我八手 我八手大陆虎 你必须做副驾驶 我带你吃一首美式牛排 感受一首美式 美式文化 狗都不吃牛排 我咱俩得去吃一口 行不行 不用 我一说 走之前 我跟你约一只死某克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到时候丁胖广场 丁胖广场找你 我在门口 你就是大概听节奏 车里有个丁胖广场 有个122附近门口放音乐的 那个车窗户摇开的 开八手大陆 我后面那个 那个保险杠 刚了刚了直杠了 把你们音乐 动死 这就是我 你就下来找我就完事了 因为现实中不开美 你不一定认识我 行吧 我给你点上关注 完了 走之前 走之前高低 高低那个吃顿饭 这个世间疾苦 你也算是出来走 我看过一遍了 回去以后加油吧 踏踏实实的 对 这个叫什么 所有事情都是体验的 都是体验的 所有事情都是体验的 行 体验的 体验得了 就是反正最后选的回家了 多了咱也别说了 行不行 走之前到时候 到时候见一面吧 行不行 行行 那我先下去了 好了好了好了 加油啊 来那个赶紧抓紧 这俩人完事以后 开始故事会了 快点一会忘了 记者长啥样了 快说 木子参 不是 木子参 木子参 你抽你的名字起的 自己念 叫啥名 木子参 原来叫珠宝 是精疲关注你的 你还记得吧 我上哪儿记 这铁子你连头像都没混上 这一类的高知人员都喜欢到美国去 来了以后啥样吗 你看看 就像我认识的同学 就是我 我同学 有的到那儿去 还 还可以 我告诉你 到了美国以后 刚才那个哥们 是啥 是叫真实嘴炼 到了美国 有死不承认的 为啥呢 就是有确实能 能玩下腰干活的 这个地方实话实说 我到现在今天也不否认 你真玩下腰 空空就那么干的话 能不能挣上汇聚茶 肯定能挣上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代价吗 但是每一个人 他首先 他能吃的苦 不同 再一个 每一个人能接受 就是自己被撕开 撕开所有掩饰这个东西 这个底线也不同 有很多人来了以后 就是过得没有那么理想 但他不想说 不愿意说 不好的 他也只愿意说好 包括跟家里面汇报 也是报喜不报忧的 明白吧 这种 这种东西多了以后 形成东西 就是给大家 咱家反馈去 整个大人 比如说一个小区里面 有两个家长 他两家的孩子 全都到美国去打工去了 这俩孩子 他都跟美国 报喜不报忧的 都给你疯狂算汇率差的 都把自己熬的挺瘦的 玩破咋地的 父母拿上这个汇率差 挣上这个钱了以后 父母在小区里面一讨论 我儿说了 挺好 给那边 给移民先生吃汉堡 我儿说 那边阳光老好 他们都说好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拿回咱家以后 变成一套苦共 互相这么一传 美国真是好 汇率差都挣上了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啥 报喜不报忧 尤其是每一个人 能揭开自己遮羞布 这个档次还不一样 你像我都实话是说 来了 我狗蛋都没感受到 我开个饭店 给自己开破产了 对不对 我啥也没感受到 你能够出来说这话的人不多 我跟你实话是说 基本上来的都挑好的说 对吧 包括做主播的 他也挑好的说 这所谓什么叫美锤 就是光说好 不说坏的 光说那么 那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个好的部分 那另外一边 他绝口不提 所以说才会导致 你所谓的很多高知来了 这么多人愿意来 后面人前扑后继 后面人不知道 你说好 我框框往里来 前面人不肯说 说了以后丢人 来了以后 大家默默忍受 不发声的人 还是多的 发声的 你在互联网看着的 也是说好的多 所以为啥大脱鱼 这么特立独行 懂了没 懂了 大概就是这么 那就 那就可以让我下去了 谢谢 好的 拜拜 来 来那个 清吴 喂 大头鱼你别这样 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中国大妈 大妈 我呢 简单的说就是我对你的两个观点有点有点不同看法 我可能说的长一点 说 你说都长话短说 有一些长话短说 尽量短说 有一些人说在美国好赚钱 你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少 咱国家人多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够准确 你给补同一下 我可能普通话说的不太好 是这样 你要说英文 不不不 我普通话说的不好 你将就听吧 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发达国家 它发达 简单的就说吧 谢谢大家